大家好 那么上节课呢我们讲了一下OC OC呢主要讲了一下 也是讲了一下它的Word 以及我们的一个AutoReleasePaw的一个使用 以及它的原理 再一块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OC的类啊 变量方法以及数据类型的一个使用 在这呢主要要大家要这个 这个记住这个类类这一块啊 以及变量的一个声明调用方式 还有方法的声明调用方式啊 我们讲过这个实力方法和类方法啊 也可以称之为静态方法类方法 再一个就是对象以及对象的生命周期 啊我们要知道对象的创建使用和销毁啊 呃 这块呢是非常重要的啊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然后就是数据类型这块要掌握 基本数据类型啊 这几个基本数据类型啊 以及它的一个数据类型的转换 以及它的一个这个换合运摄 OK 那么这一刻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内存管理啊 讲一下内存管理啊 说到这个内存管理 iOS啊 它是使用的一个保留技术的机制 也就说呢 当一个对象创建时啊 它保留技术它会 加1 保留技术会加1 啊 啊 啊 我们这想啊 保留技术为1啊 这个它是说这个对象创建的时候保留技术为1 每增加一个收者 看一下啊 它属于每增加一个收者 这对象的保留技术就会增加1啊 你当创建对象的时候 它默认就是1了啊 加了1了啊 原来是0 再一个就是说你每增加一个收者啊 它的对象的一个保留技术 它会增加1 同时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对象要被release掉 啊 它的这个保留技术它会减1 它就有一个这种reference counting啊 这样的一个保留技术 当这个保留技术为0的时候 这个对象呢 就被销毁了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对象的生命周期啊 创建使用啊 以及它的一个销毁 销毁呢 它不能去自动的销毁啊 对象呢 不能自动的销毁 就我们去处理 那在这呢 引用技术这一块啊 我们说的就是保留技术 那引用技术的一个主要接口呢 我们体现在这几块啊 什么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内存管理啊 我们一个就是说在分配内存啊 在分配空间的时候啊 allock 然后呢 就是return啊 如果说是在allock的时候 它的return的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待会看一下啊 它叫returnCount 这个呢 它会等1 等1 在它的时候呢 这个returnCount啊 也是什么呀 所以价1 啊 价1 然后copy的时候也是价1 copy 啊 它也会价1 reless呢 就会-1了 returnCount-1 然后autoreless呢 它会全这个自动的啊 可以说是半自动的 它会去处理啊 autoreless 这可以不用管啊 OK 这是大概的一个内存管理的一个机制啊 内存管理的机制 那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那上节课呢 主要还是在这儿讲了一下这个person的例子啊 那person的例子啊 我们讲了一些东西可以来看一下啊 也是讲了一些变量啊 方法和属性啊 怎么去声明怎么去调用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实力方法和这个静态方法啊 静态方法呢 是相当于一个类方法啊 我们也可以去写一下 呃 然后呢在m里面呢 就把这个方法去实现 在man方法里面呢 我们来了一个调用 啊 来了一个调用 现在呢在这儿呢 其实就是一个对象的释放啊 对象的销毁 销毁呢 它有一个技术器啊 也就是说 呃 内存管理的引用技术啊 我们可以在这儿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第一句 如果这个person被allock了 大家知道了allock的时候 你现在去打印一下这个 他备了 他备了lock了之后 你看一下他的return count 为多少 他有一个person 然后呢有一个return count方法 ok 可以调用啊 可以调用在这儿 ok 那我们走一下吧 看这儿他说的是一个断点啊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看出来啊 可以看一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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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走吧 继续走走走走 每到return 0的时候啊 return 0的时候 你看下边是一个GDP GDP啊 GDP 这样的话呢 他就走完了一步一步的啊 在这儿呢 我们要知道啊 如果说是小数据量的啊 如果是小数据量的 呃 你看不出内存的一个泄漏了啊 如果是小数据量的 你看不出内存的泄漏了 那大家说一说要知道 一就是说在你unlock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他这个接收器肯定是加一了啊 然后呢 比如说你在这个对象再去调这个 你可以点过去看你的苹果键啊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NSU 啊 NSU 啊 这样的一个 一个定义啊 它的一个类型是 unside long的 unside long的一个方式啊 这样的一个数据类型的修饰啊 数据类型 嗯 嗯 浪类型的话 大家就说把这个一定要了解了啊 这个就是接收器啊 你如果打印它应该是唯一了啊 应该是唯一了 然后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alloc啊 然后呢 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再去return的时候 比如说 当然这我们单独写的return啊 啊 啊 如果你去做了这个 它也会加1 啊 它也会加1 你的return count 它就会变成2 啊 在这儿 啊 说这个意思啊 以后对这个 像return啊 copy啊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都会定义到属性里面去 啊 都会定义到属性里面去使用 注意一下这个规则 这个呢 也相当于return count 加1了 ok 他也会去加1了 他也会去加1了 Parse return count 是吧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 你看啊 你都可以给他定义一下 你看 然后在这儿啊 也就说他加1 这个字就为什么了啊 就为2了 啊 就为2了啊 return count 等于2 ok 然后呢 你这个对象再去release 是相当于他干什么的啊 相当于他这个return -1 2-1它是1 比如说这个内存还不为0 这个对象啊 对象还不为0 为0的话 它其实就会有问题啊 就会有问题 这是这个概念性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要做一个非常大的循环啊 非常大的循环 嗯 它可能会出现内存的一个泄漏啊 当然对于这个小程序来说 好像是感觉不到啊 好像是感觉不到 嗯 所以说大家注意一定啊 lock了 它就为1了 为1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release一下 就为0了 这样的话呢 是走一下内存释放就可以了啊 记得一下再写 再写的用法 不能随便去用 这是对象的一个内存管理机制啊 它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非常简单 然后呢 注意一下这个copy copy也会经常用 这个往往会用到一些属性上啊 属性的一个作用啊 它会有一些这个 属性啊 我们去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知识 对于基本属于类型的话 这个属性啊 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属性的作用啊 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表现啊 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比如说它的属性的作用啊 这里边它也是有的 比如说它有这个 有return啊 你看啊 呃 not automatic啊 这个这个是指的一个非原子性啊 嗯 然后return呢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 返回嘛 相当于一个copy 是吧 相当于加1 技术加1 比如说你定一个变量 叫as 嗯 新称号str ok 这样 然后呢 我们上本也要定义啊 假如说 i return 如果它return的话 你这个相当于这个对象啊 它是干什么的 你再写一下 你看 可以这样写啊 顺顺顺感是的方法啊 顺顺跟深方法 ok 这是它的一个调用啊 你比如说你那边如果去用 啊 你那有法子示范 如果去用它 说在这个m里边 self 这个大家要知道self是指的什么 self点什么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象叫str 是吧 str 这相当于self点对象 self点 这样的一个相当于s针的一个变量 这是它的一个调用 这是它的一个调用 你比如说它是一个return 技术器加1 你比如说给它一个支付串 是吧 随便给它个串吧 ok 你这可以给它 你可以给它 这倒没什么 是吧 这倒没什么 ok 那在m里边你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 在m里边你可以去用 person.str 你看顺数可以这个答应出来啊 那我们用is 它它里边是一个stune类型的 然后 然后 这里边是一个person.str 相当于把这个 一个 复合类型的一个变量 是吧 你看一下它这个已经是输出了啊 它是有return的啊 return 这是它的一个写法啊 比如说加一个balance zone 它你如果在这儿去声明这个属性啊 它相当于技术器也是加1啊 这样的一个原理啊 后期我们会对这个 会对这个所有的东西啊 我们 呃再讲一些这个像这个 呃相当于它是 复合类型的这种数据类型的时候啊 我们往往都会去 声明它啊 就像这种的啊 比如说ens.str 指振啊 指振 那当然对于普通的这种基本数据类型 大家没必要去写了啊 它的一个就是保证一个现成的安全性啊 等等啊 去做的啊 OK 这是大概跟大家说的这一块知识啊 大家说的这块知识啊 内存的这块 其实大家把这个 呃 规则给记好了啊 啊 一定要几部分啊 一个是lock啊 然后呢 再一个就是说你去调用的时候 return的时候 再一个就是release的时候 啊 就是 对象的一个 生命动器啊 从创建 使用 以及销毁啊 存在着对 对这个内存的一个管理啊 机制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内存管理也其实差不多就这些 再来看一下 他这样上次还缺一个就是说 我们对类方法这一块 再来写一下 类方法你可以这样写啊 person 然后呢我们去写一个什么呀 比如说我叫init OK 啊 初始化的方法啊 初始化的方法 它的返回类型呢 是一个类 类级别的现在是一个类级别的person 你比如说是as stoin 啊 stoin类型的 它也是类级别的 我们称之为复合数据类型 啊 类级别的方法啊 class method 再给大家补上啊 你这边呢当然也可以去来写 class method 是吧 啊这样去写啊 如果那边有了 大家这边都有提示的啊 OK 啊 当然它的警告服务是要求你返回是一个person 是吧 啊 返回类型一定要是person的啊 一定要是person 嗯 这个所以说大家就要去想一下了啊 怎么去返回一个person的东西啊 OK 你可以去设置啊 当然 你如果想返回person 你可以在上面去定义啊 当然我在这写本类的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啊 比如说我们新建一个 嗯 新建一个吧 OK 我们建一个我看一下叫什么没有没有好啊 人的话 然后我们写这个 白人 啊 啊 假如说我就随便跟他弄一个啊随便写一下 假如说是这样你这里边就要教大家怎么去引用这个别别的类啊 在他的这个 H文件里边 我们完全在这儿他有一个class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干什么呀 呃叫white person OK 这个呢 这个呢你一点他就能点过来了啊 点的点过来了 如果你引用他之后你这里边就完全可以写他了 行号 这个属于per person ok了吧 那这里边我们可以就完全返回这种类型的 person ok 看他贴的什么呀 他这个method啊 期盼返回是一个实例是吧 返回一个person啊 但是声明返回了一个他的类型的啊 那也就说这边是不是写方法了呀 我们刚才 你写了他就会给你点色 我们把这个印给删了 那这个地方呢还是说我们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这个地方如果如果写别的方法 它是有问题的啊 在这呢他说所谓的类方法还是一个 他本身的啊 在这个类里边的这个 这个来作为这个复合数据类型啊 我们这个还不能写别的啊 你写别的他提示你有错误的啊 可以试一下 类方法就怎么写 然后呢这个方法就是相当于你去调用另一个方法 怎么去引用啊 大家要知道啊 引用一定要在H文件里面 在person的H文件里面去引用 引用完了之后 你就拿它可以去 声明这样的一个对象啊 声明这样的一个对象 然后你声明这个对象之后啊 我们也叫person是吧 我们声明这个对象之后 你在这个M文件里面就可以用了 看一下啊 这样我们还得改回来啊 他里边啊 我们就可以用了 看一下怎么用啊 如果你有这个对象 你可以调用那个对象里边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给他声明这个方法啊 嗯 就随便写一个啊 比较简单的 啊写错了 写到他的H文件里边啊 算了也考一个 然后实现里边呢 你随便写 别啊 比如说我们就随便打印一个东西 那我们在这个H文件里边是声明了它了 我们就可以用它去调用另一个方法啊 这相当于是两个方法的调用 咱说这个我现在不管啊 评定了 评定了 然后呢 我可以在这个方法里面写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写一下啊 Person 那边用了 这边就可以用了 是吧 呃 print 嗯 嗯 注意一下啊 然后呢 这个方法我们虽然是在这儿啊 给它定义了 但是你需要分配空间 明白吗 要需要分配空间 分配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可以去用 嗯 嗯 我们在这儿啊 假设我在这个地儿给它分配空间啊 假设我在这个地儿分配空间 都所以啊 你要 unlock 你要不给它分配空间 那会有问题的 Person 是吧 然后呢 我要干什么呀 啊 what lock lock init ok 哎 他需要你这么去做啊 看一下他为什么没有说这个啊 他说这个 at 啊 这个interface不存在 ok 这样的话呢 他为什么出这个啊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说你没有把这个东西给引过来啊 他说不存在 但是这个对象我可以用了 我只要在这儿给它class它了 然后呢 我给它声明了 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在这儿调误那个对象 但是如果说让这个类给声明啊 那大家要在前面引入一下 在这个上面和import ok 这样这样的话你看这还报错吗 他不报错了吗 他不报错了吗 还不报错 嗯 所以说这一块啊 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啊 要注意 看一下这是什么呀 说是冲突啊 实陷冲突啊 实陷冲突啊 ok这个倒没啥什么引起啊 person啊 那我们这个对象名可以给他改点啊 完了啊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一整这个 这个还比较麻烦 写这边是吧 这就是他的一个实现啊 你看看现在这边也正常打印了 但是还给你抛了一个错啊 给你抛了一个错啊 给你抛了一个错啊 你看一下这边呢 就相当于 首先看一下啊 他是alloc alloc alloc了之后呢 我们就干什么呀 他的一个print方法 你就可以掉了 所以说怎么引用别的类 然后呢 把别的类的这个对象 给分配空间啊 分配内存空间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调他的方法 你比如说 当然这块代码 你要确定在你的闷方法里面有调用 才可以啊 那我们首先确定我们在这调了 ok 我们再运行 你看一下他这个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叫print-sign print-sign 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看一下 print-sign呢 其实是在这个white white-person 有这个写了我们 然后呢 在这呢 我们只是lock了一下 然后呢 定了一下方法 然后呢 我们还要接着做一个事情 对象 我用完了 我能不能释放掉啊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还是去做了 啊 去做 然后 减一 是吧 我们现在就是为零 就可以了 只要lock 就为一 来 这是又讲了一下两个方法之间的这种调用方式啊 今天的调用方式 这是在一块啊 这是在一块知识啊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嗯 再有一块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 变量这块的就是简单还得说一下啊 在我们这里边我们完全可以声明一个这样的 啊 信号 那在m文件里边它有一个警告符我们也来看一下啊 刚才我们预养的啊 是吧 那如果说 在h文件里边的一些方法啊 这有些方法 你没有在 这个m文件里边去实现 它会报一个叫什么呀 报这个错 也不叫错 警告书 不影响程序的执行 啊 叫incomplete implementation 啊 那所以说在这呢 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把我们 这个没有定义的方法加过来 啊 比如说我们定义的类方法是吧 啊 你加过来可以不去实现的 但是你要加啊 呃 保证这个代码的这个 总结美观是吧 ok 你这样的话 他也就说这个地方你需要了 反乎一个东西就完了是吧 我们现在随便洗一个吧 啊 啊 parson 啊 先随便洗一个啊 比如说他 ok 嗯 啊 stoon类型的啊 这个str 我没有声明过呀 啊 叫stoon类型的啊 我也可以啊 把stoon类型的我给它转型啊 好不好 这个都无所谓的啊 都无所谓 嗯 然后呢你这样去运行 再看一下 这块就是说他不报错了啊 他说连警告符都没有了 所以说大家在写代码的时候要注意啊 把所有的这个包括警告符的这个知识点 啊 遇到的这种这种小bug之类的啊 也算是一个bug吧 啊 但是他不影响程序之行啊 影响这个美观度啊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去掉啊 要不然你就把这你方法你不用你就删掉啊 别留在哪 留在那 挺难看的啊 保持这个程序代码的一个整洁性啊 这大概是我们所讲的这一块的东西啊 那在这呢还要说一下 这是方法 好的方法的一个调用啊 大家也知道了啊 在一块就是说 引用这个方法啊 怎么去掉用的方法 一定要用在这个interface里边啊 要加一个atclass 把这个类给引过来 引过来之后呢 在这儿声明一下这个对象啊 这真对象啊 复合数据类型啊 然后呢 在这边呢 如果去用 那你先给它分配存储空间啊 先分配一下 然后你可以掉它的方法 你可以再释放掉啊 呃 这是这一块 然后呢 比如说我再说一下 那个关于变量的 我们有一个遗漏的 在实现里边 我们还可以去去写什么呀 它有一个static 啊 比如说我static in 等于二 啊 这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变量啊 静态的一个变量啊 静态的一个变量啊 比如说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在man方法里 调用这个方法了 啊 那我们可以在这儿写啊 static 比如说我写i++ ok 然后呢 我把这个印加价给输出出来 i 打开 i 是吧 in他类型的 是吧 你直接输个i就完了 这儿 你说i等于多少 乱 你要确认 都没方法是调用了这个set 什么什么啊 你看一下这个是等于多少 i等于set i等于set 嗯 这是静态的啊 静态的长辆啊 你看啊 他每次运行 他都是保持这个set啊 真的是加价 加一 ok 这是static的一个用法啊 大家可以在这个实现类里边啊 实现类里边去调用 这完全可以的啊 这是多类的引用啊 那大家也知道了啊 怎么去调用多个类 然后呢 再用这个类呢 去分配空间 然后呢 再去调用他自己的方法啊 这大概是他的一些这种机制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PPT 类层管理大概就这些 然后呢 我们顺便还得说一下这一块的知识啊 呃 还有一些东西啊 就是这个语句啊 语句这块啊 大家都了解这个学了是类型了 然后要了解一下这个语句 不过循环语句啊等等啊 选择语句啊 然后我们怎么去用啊 嗯 那我们这样 然后我们新写一个例子吧 语句呢 大家都清楚了啊 我们学加瓦也好啊 学别的语言也好啊 对 报语句啊 挖语句 都挖语句啊 还有诗语 学诗语言的时候啊 我们都学了啊 现在应该比较清楚啊 用的都比较多啊 不管什么语言啊 都有 然后呢 还要了解的一个就是 scanf这个函数啊 它的一个用法 它属于一个输入啊 那我们来 还是要建一个这个吧 我们就写语法就完了 你看 你看现在我们都没有这个ARC记者啊 所以说你要release掉 如果你用了 你可以不release了啊 不用管内存 啊来看一下吧 我们可以在这写啊 可以在这写啊 可以在那写 Foundation啊 这个框架的一个简介 循环语句啊 什么叫循环语句啊 这样 比如说 Foundation Foundation 是吧 我定个INT 然后I 是吧 嗯 OK Foundation 你写Foundation 它俩都给你有提示啊 比如说I 等于 E OK I什么呀 小一是 I++ Slog 比如说我要输出是吧 4-N 比如说我这样做 I 我执行一下 你看 同学们啊 你看它怎么打的呀 是不是1 2 3 4 5 6 7 8 9 这是1到5 手 等于10 是吧 5 6 6 然后1到10 啊 它又给你打印出来了 注意一下这个斜杠 我们在第一节课已经讲过了啊 它是缓航服啊 OK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方循环啊 比较简单了 呃 所以说它不是太难啊 不是太难 然后我给你注了啊 这是第一种 接下来比如说有if 什么else 是吧 第二种 ifelse这个怎么来做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嗯 我们弄一个int类型的 然后比如说时间吧 OK 实践 嗯 如果说呢 我们这个time 大于 9点 slog 然后呢 我们给它输出 输出什么呢 这个 比如说 算不错 算不错 等等啊 比如说 goodmoney ok ok 哎 这样啊 然后呢 else 是if 然后我们再写 是吧 如果说time 大于 12点 大于也好啊 我们写一个中午好是吧 哎 我们写中午好 那大于12点 我们写下午好了啊 after 是 no 是吧 goodmoney ok 然后呢 可以这样去写 啊 给他以为你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给他以为你啊 给大家打招呼 啊 然后 比如说 大于这个 20点 大于8点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给他 因为你啊 ok 大体 这样写一下吧 然后呢 这个怎么做呢 我们学过一个 scan scanf ok scanf呢 我们这样来做的啊 比如说 百分号 百分号 哎 就是说你的输入是什么 ok 明白吗 然后呢 我们加一个地址 type ok 这样啊 那我们run一下 好 点一下 哦 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13 啊 你看一下啊 是在这儿呢 scan scanf 就可以在下边输了啊 你有这个东西 他就可以输了 比如说 你看他有一个光标啊 他会在这边 比如说我15点 ok啊 还要还要运行 你输了一次他就结束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地儿 stop不要停了 就ok了 明白了吗 然后15点啊 ok 我这键盘不能输了啊 停一下 来我们再运行 有点慢啊 所以机器还得配置高点啊 然后呢 在这儿说吧 你别删了15 回车 没反应 看一下大于15的时候 没有大于15的时候 看一下14 我们看一下啊 刚才还好使得啊 一辅他 大于9 我们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停了 我们来找一下他的一个console 你可以把console给弄出来 这个都可以啊 就这儿有一个 这儿有一个click啊 注意一下 这个click呢 可以轻一下 轻一下呢 让他再出来 再运行 build啊 启动有点慢啊 现在啊 还没起来呢 还没起来呢 都不动了 给我们看一下下吧 9点我们写个10 现在程序好像给死掉了啊 刚才还是可以的啊 刚才还是可以的 再不行啊 大家就是说一定 在这儿 product里边有一个click click呢 是轻缓存 然后呢 然后呢 同时呢 实在不行 你就把它close掉啊 close掉呢 再开一下呗 看一下啊 这是有点慢了 呃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没有什么问题 看一下启动比较慢 现在没反应了啊 刚才还有的是吧 嗯 ok 这个 现在一样 待会儿再看一下啊 这些可能会有问题的 现在啊 刚才还出了一个哈 打印了一个good morning 是吧 打了good morning 那大家在这儿呢 记住这个scanf 啊 是非常有用的 再一个我们说一下 还有一个语法 我把这会儿也屏蔽了啊 大家到时候测试的时候 把它剪开就可以了 啊 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这个int吧 pime 还是这一个 但是呢 我们用什么呀 啊 那个我们讲一下就是 switch switch ok 这一块 scanf 当然你可以 排放那个一样 准分号 f 然后呢 后边呢 是一个地址 付的time 的输入 ok 输入完了之后 你可以这样去写啊 包括case等于 比如说它等于9点的话 ok 你9 干什么呀 写啊 打印出来 ok ok 你就挖在9的话 你就打印这个 然后case 然后比如说啊 它这是等于9点啊 等于9点 不怎么样 比如说等于12点 我们写一个中午 我们可以改改啊 比如给它改一下 中午好是吧 都行啊 所以早上好 早上好 ok 啊 都可以来做 然后呢 那在这儿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case case 比如说是这个 晚上 比如8点了 20点 是吧 下边是等于啊 不太一样 晚上好 比如说晚上好 嗯 可以了 这样呢 也可以来做啊 现在还没停呢 可以我run 这是这几个语句啊 这是这几个语句 也是非常简单的啊 非常简单的 因为我这这么慢 看一下 看一下 没反应呢 看一下 ScanF 嗯 你看一下 它属于share 它报了一个share的这个什么柜子 看一下啊 什么有问题啊 第一次还出来呢 走 我们给它这样来走一下 断点 走 比如说我出一个12是吧 可能触发吗 看一下啊 触发不了了啊 触发不了了 啊 这个bug 大家得看一下了啊 刚才我们做这个的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 是完全可以的啊 打印了一个 然后现在这个不可以了啊 那可能程序你看还是在run 这儿啊 没走 那我们可以把它停止了啊 可以把它停止了 大家在敲第一次的时候 再去试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儿 我们把它这个屏蔽了 解开这些啊 这个应该没有吧 你看它这个share的library上面也会显示的啊 当然都会有这个东西啊 因为刚才的这个switch下面这个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嗯 大家写的时候再测一下吧 然后呢 我们刚才写这个的时候应该是正常的嘛 挺奇怪的啊 是kf 看f 有时候kf还不好使啊 大于12点 刚才一下出来了 出来一次 ok 这是大概的这几个语法吧 应该没有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还是比较简单啊 嗯 我们把它这个stop了吧 然后大家把这两块的知识去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 我们下节课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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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